上回我们说到,我和那个老徐约了常误见,但是等了一日都没有动静。 那个康主任解释,就说老徐家里有点事,要等多几日。 我刻着口面,就对康主任说,李约石先生,日程是非常紧,最多避得三日时间,再答误就没得谈。 那个康主任也都很无奈,就说了,其实呢,我和那个老徐约不是很熟的,我派人去看看,其实呢,何必在这棵树上吊死呢,老徐约来,还有别的朋友的啊,我。 先不讲这个康主任交由广阔,他其实都很忙的,日头要代表政府和李约石谈生意, 夜晚就变成了古董界那些皮条客,我自己在那里猜,他很可能是从那些献宝的假文物饭上面收介绍费, 见我一面收多少钱那样,所以我见得越多,他就赚得越多。 跟着下来几日,还不停有人来献宝,不过和前几日相比,他们献宝的质量就有很大的提升, 拿出来的小金牢,做工精良,质地纯正,虽然还是看得出是硬品,但是都要仔细摸过之后,才可以确定。 连续接了七八个献宝人之后,我突然觉得不是很对楼, 他们拿出来的几个金牢,色质,质地,手感,几乎是一样,甚至连破赚都是一样。 比如,那个大名崇祥八年路国祭的提款,真正标准器上面, 写着的是大名崇祥这几日字,是要正皆,因为这个是国号官赏, 不敢不敬,而八年路国,就要写成帝书,以示仿古, 其中最后那个祭字,要写成有个手字底的那个祭, 跟孙德鲁是一样祭式的。 大名对樊王的限制是很多, 所以樊王在这些规矩上面,是一点妈夫都没有, 以免出些什么误,被人拉去杀头。 我经手的几件路王路,那个提款,全部都是用帝书, 一看就知道,是仿制孙德鲁, 但是,就明显忽略了明代语气,和番煌制气之间的区别。 这个是常识错误来的, 很多人都会犯, 但是,这个错误一模一样, 那就有点不正常。 这种感觉,就好像, 那些人,不知从什么地方, 批发了这一批东西回来的。 我接待到第九位献宝人的时候, 这一位, 是穿着一件花碌碌的棉纳的大妈, 她说她姓花, 个个都叫她花丝奶, 这个花丝奶拿出来的, 也是一样的牢黄老, 我摇摇头, 按照惯例, 和她看了一次, 然后, 问她从哪里来的。 她的故事就很经典, 说一直是放在院里面, 喂鸡吃饭的, 听隔离屋说, 这件是件宝贝, 就拿给专家看看了。 我扮到扎家衣地问, 你花这个花丝花了多少钱? 这个花丝奶一瞬间有点紧张, 就说了, 洗了? 不会有洗钱, 我住给家的, 洗什么钱? 我就说了, 你看看, 这个香炉的奶一瞬间那些喂鸡粮都没有, 炉面也都没有刮痕, 太干净了。 那个花丝奶还想辨薄? 我就摇摇头, 说了, 你不要跟我说, 说你已经洗干净了。 李先生虽然在国外, 但是洋人很讲究, 收购一件古董一定要交代来源清楚, 不清楚, 我们宁愿不要。 你位花丝奶, 明显被我抛到疾了, 只好小小声地承认, 说是买。 但是我问他在哪里买的, 他就打死都不肯说, 只是好可怜地望着我, 就说了, 哎呀, 哥记, 叔父啊, 你看差不多就收了他了, 便宜点我都制的, 我, 我骗着我家的男人, 拿茶链买粮的钱买的, 你不收啊, 我们真是吃谷种的了。 说到后来, 几乎要哭了。 我叹了一口气, 这些事见得太多了。 普通人听到有个一夜暴富的机会, 肯定想拼。 往往就是这样乱惹, 被那些奸商吃到映一映。 最后便血本无归, 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咯。 我就有心阔老懒来, 这个大妈, 见到我好像不想收的样, 面都青了, 手都震了, 如果我真的说到出口, 看怕他就会跪在地上捱的了。 我就说了, 唉, 好了, 我都不跟你为难, 你说从哪里买的, 我按原价收走他。 这个花丝拉一看, 见到没有老奸, 只可以压低声, 说出两个字, 老翠。 我给了钱, 打发的大妈走了之后, 拿着个假金奴, 去找若不市。 若不市现在和人家开会, 我过去说有紧急事情, 和看主任交换了一下眼神, 看主任心水晴, 即刻宣布又会二十分钟。 若不市从会场出来之后, 我递了个金奴给他, 就说了。 历史可能有点麻烦, 我们的计划可能穿了锅。 若不市一吐, 即刻问什么回事, 我就说了。 这件事, 是老翠原先要带我去村里面看的货, 现在水静何非没有动静, 今天我连续接到十几个来献到的人, 那些东西基本一样, 都是从老翠那里买的。 可能他猜到我们的意图, 所以想着放弃接触, 将那些存货买给其他人。 如果是这样, 我们今次的计划就窩可了。 若不是, 另一转头想了想就说了。 不对。 我不会玩估计动, 只会计成本和利润。 他辛辛苦苦, 做了一百几件老黄炉, 卖给我们, 才会赚到尽。 现在这么快放货, 很明显是洩到入獄的。 即使老翠发觉你有疑点, 也都不会这么容易放弃, 这个不符合商家的习惯。 我立刻就问, 啊? 那什么意思? 若不是, 竖在一只手指就说了。 他现在, 还在那儿试探。 老翠这只老狐狸, 警惕性果然高, 他没有轻易把我带入村, 反而故意流出一部分金脑, 令那些不知情的第三者, 送过来我这里监定。 一来就看下我有没有能力, 看破这个造假之术。 二来就看下我是不是有诚意。 第三, 他想摸下我的底。 假如我和若不然就这样就走了, 说明我们真正感兴趣的, 根本不在楼上面, 而是忍。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认定, 我们是放牆先钓大鱼, 这些真是仁精来的。 古董的江湖里面, 这些门道太多, 一句说话, 一个眼神, 甚至什么都不做, 里面都隐藏着心意。 我自称都算有些经验, 但是没有若不是提醒, 几乎就整个钟了落淡道。 若不是继续说了, 你都不舍急的, 对应试探的方法很简单, 按兵不动, 振之以静, 我有点不放弃了, 就说, 哼, 来而不枉非礼也, 他想试探我们, 我们不敬一下他, 他会更加囂張。 若不是, 轻轻轻地望着我一眼, 只是吩咐了一句, 注意分寸, 也不放弃了, 接着就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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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亦都回去, 继续做我的汪广师, 接着又是有人来献补, 我都会特意指出金锢的破绽所在, 选他们回去 还扎家衣地暗寸就说了 你们这些楼架都没人有的 瞎的都看得出价了 这些人既然是从老徐那里买的 肯定信他们的造假能力 现在被我暗寸挑拨离间 这些人回去之后 肯定会找老徐晦气 搞不搞大件事我不关心 但是老徐一定会头痛 这些人顺手帮我说了一句话 你的路黄路有破绽 快点改 迷思这单生意不用自己做 这样一来 我和那个老徐隔着这些无辜的献宝人 各自出了一招 我现在想起 这个老徐被那些贪小便宜的老乡为公 那心不知多惡美 没过多久 老徐果然再次上门 他就说前两天自己病了 来不到 我就说不要紧了 现在看还来得及 我们两个对望一眼 谁都没有提试探的东西 大家心知肚明 这一次他没有踩单车 而是开了一部拖拉机过来 很明显成衣十足 我也都不办事了 跳上了一部拖拉机 坐在一堆萝卜 和坐头翻丁之间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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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么有趣的名字 是来源于露黄岭 露黄岭头枕凤凰山 脚踩老龙淡 是个风水堡地 里面除了安葬露黄夫妻之外 在附近还有一个赵次妃母 人家就叫他做娘娘坟 娘娘坟周围有一圈小坟包 传说里面埋的就是陪葬的丫鬟 附近的村就因此得名 入到村之后 老徐带到我们去村东边的一个大院里面 这个大院好大 有三间平顶大房 院的左边是菜地 右边养着一龙鸡 中间有一条水泥路 一直伸到正屋 很普通的一个龙家园 老徐走到去 打开右边的一间屋 他就说 陈伯娘都在里面了 你自己去在吧 我也都不客气 大大布拨开道门 走进去 好了 究竟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说 如想重听本次节目精彩内容或点播 请在各大应用商店 下载花生FMAPP 下载花生FMAPP 下载花生FMãos 最后 出演战 中 pen 下载花生FM 中文字 colocar 大案 。